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还有四天 2024年世界女排联赛分战赛第三周的比赛开始了 中国女排第三周的比赛在中国香港进行 中国女排一行已经赴港 备战第三周的比赛 中国女排主教练蔡斌接受了央视的采访 透露了一些重要的信息 蔡斌首先承认 第二周的比赛成绩不够理想 中国女排输给了日本队、意大利队 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水平 精气神不够 蔡斌表示 作为主教练则无旁贷 蔡斌第二次担任中国女排主教练后 已经有两年多了 第一次看到她承认带队成绩不理想 哪怕去年中国女排在奥兹赛成绩不佳 导致未能提前获得巴黎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蔡斌都没有承认带队成绩不好 可能近期网上的批评声太多了 蔡斌不得不服软 在前两周的比赛中 中国女排只取得五胜三负的战绩 还未能获得巴黎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形势非常不利 让广大球迷很愤怒 很多人批评蔡斌 还有人在现场大喊着要蔡斌下课 蔡斌自然有了压力 然后蔡斌谈到了朱婷的问题 蔡斌表示 朱婷回归 对队伍实力增加起到关键作用 蔡斌认为朱婷也有强烈为国争光的愿望 蔡斌认为 通过中国澳门战的比赛 朱婷慢慢适应了队伍的节奏 与二船的配合也默契了 朱婷体能得到恢复 伤病在可控范围之内 蔡斌表示 第三战比赛 她会安排朱婷多一些上场机会 多打一些比赛 让队伍实力得到提升 第三战的比赛 蔡斌会尽可能发挥朱婷的作用 让她首发出场 为队伍多做贡献 蔡斌的原话是 在用人方面 大家很关心朱婷 朱婷的回归 无疑对队伍的实力增加 起到关键的作用 同时 她也有为国争光的强烈愿望 所以通过澳门战的比赛 朱婷慢慢适应队伍的节奏 尤其和二船的配合 包括她体能的 一个慢慢康复 同时我觉得 她的伤病也在可控范围之内 所以我们在香港站 会多安排她出场 多安排她比赛 让队伍的实力得到提升 中国香港站的比赛 我们将充分发挥 朱婷的场上作用 安排她首发出场 为队伍多做贡献 香港站比赛 我们在名单上 也做了一下调整 用庄宇山替代王云露 我们也希望 庄宇山这样的年轻队员 能在大赛当中得到一点断裂 蔡斌之所以被批评 一大原因就是限制 朱婷上场的时间 在第二周 朱婷就打了四局比赛 蔡斌放着队内 实力最强的球员不上场 广大球迷自然不满意 另外 蔡斌也对赵璐上海女排 二船徐晓婷 做出解释 丁霞在比赛过程当中 出现了过敏症状 也在当地医院就诊 目前还没有完全康复 所以我们考虑到 比赛和训练的需求 我们把徐晓婷列入 这次比赛名单 蔡斌对中国女排 在巴西里约站 和澳门站比赛的表现 不太满意 认为球员的精气神 差了一点 蔡斌承认自己 作为主教练 应当承担责任 从蔡斌的表述中 可以看出 她也十分期望 中国女排 能尽快拿到奥运会入场券 并且也承诺会给朱婷 更多的机会 然后蔡斌说了 第三站名单调整问题 第三周比赛 中国女排对名单做了微调 蔡斌爱向王云露离队 年轻复工王文涵也离队 增加了二传徐晓婷 人数从16人变成了15人 蔡斌表示 庄宇山将替代王云露 她希望庄宇山 在大赛中能得到锻炼 这是否意味着 庄宇山会参加第三周的比赛 丁霞身体出了问题 在当地医院就诊 还没有完全康复 蔡斌就把徐晓婷招入队中 蔡斌也看到了 网上对中国女排的批评与质疑 蔡斌认为 这是广大网友 对中国女排的关心和爱护 蔡斌表示 好的意见她会借鉴 蔡斌感慨到 女排精神是中国女排的对魂 也是战胜一切困难的 强大精神力量 蔡斌表示 中国女排是一支团结的集体 她将与大家一起维护 这个团结的集体 维护好每一个运动员 最后蔡斌表示 她有信心带队打好第三战的比赛 她有信心带好队伍 打出精神 获得奥运入场券 期望蔡斌说到做到 而不是用口头应付大家 如果中国女排真的无缘巴黎奥运会 那将是不可想象的 而已经退出了辽宁俱乐部的丁霞 不仅澳门站的名单有她 这次中国香港站的名单依然有她 名单上有丁霞 但是蔡斌为何却一分钟时间不给她 球迷说到 这正是蔡斌的高明之处 丁霞今年34岁 随队获得过奥运会冠军和世界杯冠军 也算得上是中国女排的有功之臣 东京奥运会之后 朱婷 张长宁都离开了 但是丁霞还是一直跟随着中国女排四处争战 只不过在蔡斌的队伍里 丁霞不再是主力 成为了替补一名 开始的时候 丁霞还能得到一些上场的机会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丁霞上场的时间越来越少 基本上就是一个看客 只能为球队端茶 送水递毛巾 奥运和世界杯冠军功臣 再对中干后勤 只是因为丁霞已经不是昔日的丁霞了 状态下滑非常严重 在场上脚步移动缓慢 无法再胜任二船的重任 在中国澳门战的比赛之前 丁霞不满意在辽宁俱乐部当一名替补 所以选择了退队 一名在俱乐部都上不了场的二船 蔡斌却还是将他带进了国家队 让球迷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估计蔡斌看中的是丁霞酒精沙场的经验 希望他能够在关键的时候 站出来帮助球队 然而球迷并没有看见丁霞关键时候出来力挽狂澜 反而是一直在场下送水递毛巾 既然蔡斌已经不愿意给丁霞出场时间 那为何还要招他进国家队 在名义上成为凋零羽的替补呢 球迷纷纷表示 这就是蔡斌的高明之处 蔡斌成为中国女排之后 重点启用了两人 一个是主公王云露 另一个则是二船凋铃羽 偏偏这二人也是中国女排比赛中 被球迷质疑最多的 王云露就不用提了 凋铃羽是江苏女排的主力二船 凋铃羽的能力 蔡斌当然最清楚 毕竟他之前就是执教江苏女排的 蔡斌非常固执 球迷越质疑的 他越要重用 王云露是如此 凋铃羽依然如此 很多球迷说 二船位置非常重要 为什么不是是徐晓廷 如果把机会给徐晓廷 那么凋铃羽岂不是没机会了 一般在二船位置上 一支球队只会带两名球员 蔡斌带了凋铃羽和丁霞 自然无法再带徐晓廷 丁霞能力又不济 只好让凋铃羽一直从头打到尾 正所谓做得多 错得也多 很多球迷就把中国女排成绩不佳的原因 甩锅给了凋铃羽 幸好的是 中国澳门战比赛结束之后 国际排联为凋铃羽正了名 是所有球队中排名最高的二船 凋铃羽的能力被肯定 蔡斌也被感欣慰 没有辜负他的一番良苦用心 蔡斌之所以把丁霞招进球队 又不给他上场的机会 其实就是再为凋铃羽保驾护航 当时在冰箱上便宜是烛迟